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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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早上我每天都送她去學校 以前 我下車就跟她講一句話 要微笑跟讚美 所以她跟朋友關係都很好 反而跟我們關係比較疏遠一點 媽媽都負責接她 有一次 媽媽去接她晚了五分鐘 突然到學校沒有看到她人了 一等就等了一半小時 那是不是會綁架 完蛋 整個那個電影劇情有沒有 通風在腦裡面 你知道嗎 整個就害怕起來了 不知道該不會該報警 報警會不會太緊張了 六點半等了一半小時知道嗎 很緊張 就很慌亂到想辦法 後來就 回來了 那回來就自己回來了 回家 自己回家了 正常劇情是抱在一起哭對不對 敢的嘛對不對 我太太就 你去哪啊 變她 你知道嗎 太緊張了 太急了 太急了 媽媽就疼她了 受不了 怕她去哪裡了 要講 要告訴我們 原來是同學的媽媽 把她帶走 看她在那邊等 結果把她帶走 順便把她帶走 帶走也就算了 好死不死 又爆胎 摩托車爆胎 然後她也不可能丟下別人 就跟她一起推著摩托車去修輪胎 修一修 弄來弄去搞了 耽誤了將近兩個小時 那我們當然會緊張啊 所以當媽媽打她的時候 我很傷心 我那時候不知道該 是不是該 不能拉 又不能講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也是為她好 後來我女兒你知道 我女兒都很貼心的 你看好 她雖然不會講甜言蜜語喔 你看看 看什麼啦 這個 我原本也送我一次禮物有沒有 我都很感動 這是什麼 猴子 我們看 你還讓人出來 你還讓人出來 你還知道是猴子 什麼意思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感動啊 感動的臉在哪裡呢 因為我都一個人睡 我女兒覺得我很寂寞 就送我一個 把她帶到我床邊 就那件事情 之後我每次生了 我女兒都送不同禮物 這樣子 我就放到我床邊 那送的時候 胸部有幾根針嗎 沒有 沒有 秀琴有一次是誤會自己女兒 對 那時候是她八歲生日的時候 那因為小朋友 她本來就不會珍惜 譬如說 我會買一些小飾品 小朋友都會很喜歡 那零零囊囊囊的東西 然後但是她就是不會珍惜 有時候帶一帶出去 回來就不見了 對 然後想說八歲了 就是一個成年禮 然後想說 買一個貴重的項鍊 當她生日禮物 也花了幾萬塊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媽媽希望妳帶在身上 就是妳要很珍惜 這個很貴重的東西 沒有媽媽的允許 妳千萬不要拿下來 是 就一整天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跟她講 結果呢 隔天我們要出門了 因為那一天是她要生日 過生日 對 然後我們要去採買 能買東西什麼 後來我就想說 看到她項鍊怎麼不見了 我說項鍊啊 怎麼不見了 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想說 有啊 媽媽 我昨天有的拿給妳 她還沒講完 我就 兩巴掌 就兩巴掌就過去了 打志緣是嗎 沒有 打她 志緣在看妳 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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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當下我真的很氣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邊罵邊打 一邊叫她找這樣 剛好我就剛好看到 不知道 就是掛衣服那邊 就有一個藤條 來了 我就一直往她屁股大腿 就大小腿這樣 一直走 扒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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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 你瘋了你 是個項鍊而已 我就是瘋了 然後你知道 志緣回來的時候說 發生什麼事啊 你趕快把小孩這樣 然後你知道 她知道爸爸回來 她就開始 妳就開始哭了 所以妳再給我哭 我就把妳送到警察局 然後這樣 她就整個就一直 幫她撒扒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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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抓到 我說妳不要這樣 我等一下連妳遭殃這樣子 我說我最才剛剛這樣子會出來 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林秀琴 妳可不可以清醒一下 冷靜一下 對 冷靜一下 因為她講得很大聲 我突然就回神了 然後我女兒就已經這樣子 就是有點 就好像有點 受不了 對 抽搐 然後又哭 對 然後就一直這樣 媽媽對不起 什麼的 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要下跪這樣子 然後我整個就 哇 就突然醒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 然後志緣就開始 我們三個人又開始一直找這樣子 她就不想要讓我 志緣不想讓我有還有時間 然後又再去 就打小孩這樣子 然後後來她就 那個項鍊就 原來是前一天 她就放在我沙發的旁邊 然後沙發有那個厚墊 就掉進去了 就還很深 然後其實找一摸就摸到 只是就鬼遮眼怎麼找 都找不到 突然打完的時候 就一摸就摸到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我就 我也尷尬 然後我們全家人就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樣 這個時候是 走 警察局 這跟我說厲害 來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媽我可以去上廁所嗎 然後她就進去廁所 開始就用 她就在一直戳她的腳這樣 痛死了 對 然後我老公也不 是不是也不想講現在 然後我就進去看他一下 我本來要好好的就是安撫她 結果我到那時候我就不行了 結果我到那時候我就不行了 因為我看到馬上就是黑車 加那個 一條一條 一條厚厚的這樣子 就全部都是這樣 然後我就哭啊 我就不能自給 然後我就說 我去自首 她說 爸爸你去 安撫一下女兒 然後她就一直哭嘛 然後爸爸也哭 然後我也哭 全家都哭 我真的哭得很難過 我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 然後哭到她睡著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一邊幫她擦藥 然後一邊講 然後我就一直很不能自己 這是我她長這麼大 我真的第一次打這麼嚴重 兩位做女兒的 跟這些爸爸 讓他們了解一下 就是跟他們講一下 就是面對將來女兒長大 應該有什麼心態 而且你們 你們也要告訴他們 其實你們對爸爸的愛沒有變 對不對 對啊 真的是 比如說我爸小時候會幫我吹頭髮 就是洗完頭髮的時候 他會幫我吹這樣 可是你真的 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自己吹就好啦 可是 那並不代表說 我們對你們的愛有改變 只是說有一些動作 可能小時候的時候是接受的 但是長大的時候 如果現在我頭髮乾了 你們還幫我吹頭髮 就是會感覺很怪啊 別人看起來也會很怪 我自己也會覺得很怪 對啊 可是 現在大女兒已經不要 我幫她吹頭髮了 我覺得就是 但是我心裡是 因為我要吹三顆頭 而且他們還 我要打拉手 我要怎麼打 Vicky都不用動手了 沒有還是會啦 有時候他 他不在啊 或什麼樣的 我就是要吹三顆頭 因為四個好 對啊 太厲害 真的自己要釋懷 因為女兒長大 什麼話 什麼話 不會… 爸爸要頂住 什麼話 什麼話 楊晨熙真心話有這麼嚴重 讓李羅聽到心如刀割 李羅放話 追我女兒則 最好想清楚 他在另外一半 我會非常的疼愛 他如果對我女兒好 真的 但追你女兒以後 就不得分手對不對 不是…他們分手 他們有自己相處的模式 可是你不要傷害我 你不要欺負我 對… 如果真的欺負我女兒 不能欺騙 要想清楚 該不該欺負我女兒 對 對 對 不玩得起 也不會這樣 對不對 好…